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在西西伊举行了历史性的总统选举 反对派的领袖曾一度扬言说 法庭犹如私子洞 他们不会向法庭寻求司法途径提出上诉 可是短短一天之后他们就改变主意了 他们计划入兵法庭要推翻选举的结果 反对派是说这次的选举不公平 但是成功赢得五年任期的原任总统姆南加古瓦 他则是呼吁各界要放下旗舰继续发展国家 成功连任津巴布韦总统的姆南加古瓦 昨晚召开了胜选后的第一场记者会 除了捍卫刚刚结束的选举是自由公正以外 他也呼吁所有国民要放下政治旗舰 并暗示自己愿意跟反对派合作 虽然选举的成绩已经尘埃落定 但是反对派候选人扎米萨却坚持认为选举受到了操纵 他拒绝承认这次选举的结果 同时他也表明将依据所有可行的法律途径提出上诉 就在这场记者会召开以前 现场一度陷入混乱 一群手持盾牌的仿暴警察 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闯入现场 并强行驱赶记者 双方在过程中还一度爆发肢体冲突 最终在律师的交涉之下 警方才同意撤离 让记者会顺利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